哈囉大家好我是須鈺 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這個台港澳版要出的 GFever記點 達爾文 然後同時也正式的導入了日版的新技能 就是我們的適應進化的部分 那我們就直接來分析一下這次達爾文EX的版本 就是已經適應進化後的版本來做的分析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講講一下這次的達爾文三維 三維的話是血量3600 然後攻擊力是8568 然後回復力的話是6778 學術UN技巧性 以這個三維來說 其實就是已經是適應進化後的三維了啦 不過當然是講說 畢竟都適應進化然後素材要求也偏高 當然還是希望說他的三維 攻擊力跟回復力可以稍微再拉高一點點 雖然其實確實是已經蠻高的啦 但不過在我們前陣子剛出的萬三財神面前 確實是這個三維 相比之下就是遜色了不少 好那主動機的話呢是CD6 愛心轉炸彈C珠大 然後中下的中間呢 就是中間的下面呢 有一個綠色的充能珠 然後點擊10次 那他觸發的效果呢 有給予全體擊傷炮 威力是700萬 C珠強化加3 然後全體字數點按加1 以及全體技能回合受短力 好那如果你的主動機 像是你的隊伍內 或者是你的主動機 可以讓你的隊伍呢 有常駐無止的情況下 其實他的這個充能珠 是兩回合就可以觸發一次啦 兩回合一次的700萬大砲 確實是已經算是蠻快的了 我必須說實話 可是我們回到 其實讓這隻角色 大家比較不能接受的地方 就是C珠強化 可能他們有考量到這個 點按只有10次就可以C珠強化 不敢給到太多 所以還是照日版原版是給到加3啦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說 呃...畢竟現在傷害都拉蠻高的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其實給到加4其實是可以接受 呃...加3跟加4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只有差異 但是對大部分的弱C角色來說 已經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因為大部分的弱C角呢 弱的C都是8連鎖的C 所以如果你加3 你就是只有11連鎖 你沒有辦法變成炸彈C 可是如果你是加4的話 他就是變12連鎖 他就是一個小的炸彈C 那如果你配上暴風強化的角色 當然就有一個很不錯的炸彈能力 所以這個部分會是讓大家比較 呃...不太能接受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也是覺得說 加3真的太少了 就...其實只要改到加4這個角色 其實就...呃...會真的會比較好 好...而且是好蠻多的這樣子 那C界的話是給予全體傷害 然後威力是攻擊力乘以100% 然後到解除為止呢 全體攻擊力跟防禦力提升20% 呃...當然我們要知道 第一個就是 我們全體傷害倍率通常都會比較低 呃...這就是全體傷害的原罪 從一開始全體的救急傷 還比單體的超大傷害還弱 呃...就是這個... 單體的激烈傷害還弱 這個一直以來都是非常非常可憐的地方 從最初我還剛開始玩的亨佩爾的C60的全體激烈 就是比不贏人家的一般的超大 就是...對...這個是全體傷害的原罪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可能攻擊力乘100 確實是...偏少了一些啦 我覺得可能可以給到110或者120 畢竟...對嘛...他就已經是... 那個EX模式了這樣子 呃...他可能也有考慮到這個全體攻擊力...防禦力提升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量...不太多 其實是真的蠻少的 我是覺得提升到120%...呃...是會好...也是會比較好啦 那被動1的話是破保護跟破傷害還有破傷害 那原則上日版的一些比較T0級的角色 重要的角色都會是這三個直接給你 這個都還蠻常見的 那被動2的話是冒險開始時自身技能縮3 然後呢...綠屬性技能縮3 那這個部分其實已經算是台版非常常見的一個被動啦 啊...被動3的話是黃色珠轉自身C珠掉落 呃...這個部分當然就有人說 呃...一定要大C啊或是小C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其實...以一個被動來說啦 我還是覺得...呃...不用...不用說每一次都要大C 雖然現在大部分這種弱C的角色...呃...只有單色弱都會是大C 然後你可能...主動還有配上弱C的話才會是給小C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覺得...呃...這個就...蠻看能的啦 那我是覺得...這個部分是還好 畢竟都已經幫你進銀色了 然後他也有疊...疊BUFF的能力 我們就...不要再...太多說什麼這樣子 那被動4的話是賦予點按全體綠色珠...呃...賦予全體點按綠色珠呢 然後連鎖紅色珠、黃色珠跟藍色珠 那這個就是原版日版的技能直接照版過來 那我...其實就是在版面方面...其實...還真的是還蠻舒服的這樣子 那被動5的話是...綠屬性人類動物C技能提升50% 然後被動6的話是...綠屬性人類動物跟攻擊力防御提升4000 呃...這個部分我們稍微換一下畫面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日版的狀態 日版的狀態呢...呃...我們也看一下齁 日版的被動5跟被動6也是一樣...他只是比較弱勢...呃...20% 然後...提升的攻擊力防...防禦力是4000 哦...好...那我們這邊就看得出來...我們土方穗3呢是人類武士嘛 然後他也是綠屬性 結果呢...呃...這邊的提升是只有提升4000的... 攻擊力跟防禦力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我有在思考這個被動5跟被動6 照這個寫法...進來台版的話...呃...沒意外應該就是沒有辦法跌加 除...除非...呃...除非你真的...台版有...海外版有...非常大的改動 就是說讓他的...呃...綠屬性人類跟動物 你只要同時搭乘這3個呢...你這3個都可以拿到 就是假設...像是土方穗3這個角色呢...進來...用這個隊伍呢... 然後可以說...呃...我觸發了綠屬性...然後我也觸發了人類... 那我就有2次的BUFF 那這個角色...我們就會...那我就會說...哦...那...前面...剛剛講的都是... 光是這個被動...屌打一堆人...但是...照日版的那個寫法...以及現在日版的狀態來說... 呃...看起來是不能跌加...那這部分的話...就是...要...要再看看... 齁...所以...當然是說...呃...一個...疊攻疊回4000是蠻多的... 但是...呃...CG傷害提升50%...呃...目前來講是...對嘛...大家都5050...一個50來說是...呃...還可以接受...但是...還可以更好的... 狀態...那我們也不確定說...這個部分他們到底會不會改成...可以...疊... 那如果可以...可以疊的話...那前面我們剛剛講的...真的都是屁...就...光是這個...被動...這兩個被動... 我告訴你他就是可以...碾...碾上去日版...呃...碾上去綠屬性非常頂點的一個角色... 畢竟...他這個疊...真的是太有感...喔...就是一個...超強力的偉大力量被動...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個可能性...呃...應該是...比較低... 那我們可能就只能等真的轉彈2月22號...我開學...之後實測呢...呃...才能...確定說這個被動的部分... 所以...但是我自己是...還是比較...悲觀一點點的想法...我覺得...他們應該不會...到...那麼...的...強勢啦...這樣子... 所以...整體來說...我...看得出來就是...這樣子我講...這樣子分析...應該看得出來就是...我對...這一支的達爾文是...沒有非常滿意的...呃...呃... 呃...當然我不能說...這個...他們沒有修...呃...他們有修...但是...呃...畢竟...前陣子的愛麗絲...實在是修得太多... 就讓你覺得說...哇...你看...艾麗絲...日版官方輕女兒...進來台版... 哇...修得超猛的...啊...幾乎是...一線的皇屬性角色... 所以...其實相對應的...大家其實對達爾文這個...呃...算是日版的...頂規角色... 其實也是抱有非常大的期待...啊...同時間呢...前陣子的萬山踩神真的是...出得非常非常的破格... 所以讓大家覺得說...達爾文應該也會改到說...呃...現在一線的幕屬性角色...呃...就是最前線的那一列...呃...結果是...當然是...還滿明顯是差強人意的啦...就是...呃...有修...但是就會覺得...呃...就是...隨...隨便修修...隨便修修...好像沒有修的特別特別的多這樣子...整體來說是...確實是沒有修的特別的多啦...所以...當然就...其實...相對性的來說...大家就...還滿失望的...因為畢竟...呃...他的被動... 開的條件真的是滿高的...被動5跟被動6是要Bug值40這樣子... 所以目前來說呢...這個...這個角色其實確實是...比較...呃...比較讓人...失望的一個角色...能說他不強嗎...他滿...他也是不差...可以...大概可以在...呃...T1到T2之間...呃...就是...如果你可能...關卡同時有三個...三個陷阱...一起出來的時候...然後...你真的隊伍內... 一定要有一個...同時可以解決這三個東西的情形下...才會比較有...有機會讓他上去...不然的話...我覺得...呃...要拉高傷害面...我自己覺得...還是有滿多角色...可以來使用的啦...雖然他的那個...直傷砲確實是...呃...在速刷方面來說還滿狂的...但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懶得點那10根手指頭...所以...很可惜的是... 因為達爾文...呃...做的啊...只能說...很不幸的就是...可能沒有辦法到台版最頂級的一線強度啦...那當然他自己也是有一個... 聲優呢...他有開技能的BGM...就是我們...這部影片的背景音樂這樣子...所以... 這隻來說...我...我只能說...呃...他可能沒有辦法...給到...10分...可能真的只有9分...可能連9.5都不到...大概我覺得只有10分這樣子...呃...只有9分這樣子...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講講...轉彈的部分...轉彈的話呢...是S5、S7有保底啦...但S5、S7保底的...打爾文機率是5%跟10%...呃...我只能說...欸...給的...真的是滿低的...還是可以願意給高...高一些些啦...我是覺得說...可能...第一隻...S5、10%...然後...S10...呃...S7的話...可能15到20%之類的...我是覺得可能還是會...稍微比較好一些啦...所以...這一池確實是...硬度也是偏... 偏高的...那我們其他小獎的話...我是覺得說...呃...也...沒有到特別特別的差...但是...就是說...畢竟...畢竟...這個...這一次的主大獎呢...也沒有強度...也沒有到非常非常的...說...一定要抽的...等級啦...所以...這一池的話...我是覺得說...呃...你如果是...有...補動心情的...打...打算的話...我覺得最多就...S7...那...S5...我覺得... 就...覺得...就看個人...那...手獅是可以撈撈看啦...因為畢竟就沒有像之前...柴神的那個...滾滾上升...那...手獅你就可以去撈...看有沒有機會... 撈...撈個...什麼東西出來...之類的...我也覺得是...OK的...所以...這一池的話...我是...不會那麼推到...天井...但是...如果你是抱著一個... 撈動的心態...呃...那當然...70抽...我覺得可以接受...或者是說...那如果新手...我是...就覺得...比較...沒有那麼...說...一定要抽這次... 大家...大家...大部分還是會推薦說...你...可能去賭萬三...不然就是...呃...這個...那一次的...新年...別的PU池這樣子...70抽一定可以保一隻...安全的出來...這樣子啦... 我們明天...公告又改了...就說...欸...我們緊急上修...畢竟之前也是有潛力...那我們也...我也不知道到底...會不會這樣子做啦...那我們就等到時候...到時候轉蛋出來...再說...再說吧...那我自己應該會抽個70抽...看是要...拍影片...或是開直播...之類的...到時候就...再講...那今天的分析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呢...按個訂閱...按個喜歡...幫我分享出去...那今天就這樣子囉...掰掰...